字幕後 嚇壞了 前面的導演真的搞輕鬆 還真的輕下去 一個神明的女子我覺得最怪的是 她居然是憑空而降 她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對於趙天靈賴教把她給炸鍋了 抱歉我們的選情到目前為止來說 越來越熱而且越來越詭訣 為什麼越來越詭訣 你看前幾天的時候傅士康在 12月22號的時候 中國環球時報說要查傅士康 好那緊接而來的話 昨天晚上事實上就已經在整個網路上 或者在整個正常上面炸鍋 就是綠營的三年巴黎委趙天靈 她居然的爆出她的婚外情 那婚外情來說的話 就居然大家都說居然是個 中國級的女子 中國級的神秘女子 而且他們根據目前為止大家知道的資訊是 他們往來已經十年了 而且可能疑似是什麼 疑似是趙天靈當選立委的時候 就好像是不是有人有心滲透這樣 而且這十年裡面的時間點裡面來說 這個女生好像是你叫我來我就來 你叫我走我就走這樣子 為什麼會認你這樣子的擺佈 那為什麼好最重要一點是 為什麼在這個時候丟出這些照片 對 為什麼 這個都已經交往那麼久了 你們都交往時間 從2011年到現在這麼久的時間 而且你看到你如果把所有的照片 當然我們今天因為保護當事人隱私的關係 我們先把很多的這個照片都馬賽克 可是你光看趙天靈 真的可以看到十年的歲月痕跡耶 對 可以見證他們十年或許叫做愛情的痕跡 好 那無論怎麼樣 趙天靈你看 趙天靈你看 當然是個小鮮肉耶 是沒錯好 那除了趙天靈之外 今天又爆出一個 鄭文燦也被爆出來 所以連環爆的話 那就告訴你什麼 現在的選情似乎是後面的力量介入的 越來越深的一個狀況了 而且我們看到今天 今天很多人要求這個所謂的趙天靈退選 妙的是 今天藍軍沒有要你退選 我覺得藍軍非常希望你繼續選下去 反而是很多綠軍要你退選 因為你已經踩到了 民進黨不可侵犯的天條了 沒錯 那趙天靈來說的話 我覺得他在綠營的群眾裡面來說 大概已經被判實刑了 為什麼被判實刑 很簡單 婚外行這件事情 當然大家要踏法 但是問題是 他踩到了更嚴重的天條 報警他最近綠營在打什麼 在打馬文軍啊 馬文軍啊 你有泄密啊 你泄密你這樣 問題是 現在趙天靈他也是國防外交委員會的 他也是接觸到 得到這些潛艇的這個資料 結果你的神秘的友人 跟你這麼親密的友人 他是中國籍 那你怎麼去說這些話 那你過去一段時間說 我們抗中保台對不對 抗中你到底有沒有在抗中呢 你現在是秦中保台嗎 這些都已經完全觸犯了綠營的天條 而且你看這些照片來說 我覺得看的真的會讓人家更加觸乎驚心 為什麼 因為寶傑這照片來說的話 大概是橫跨10年左右的一個時間軸 不是 他有各種不同的時間 是的 各種不同的地點 對 甚至各種不同的國家 對好 那我們就推回去嘛 他在2023年 假設目前為止 大家知道說他們可能已經在一起10年 10年如果你回去來說的話 他月末可能認識的時間點 是在2012年這附近 也就是說他當選了高雄市立委 擊敗就義當選高雄市立委之後 你說從當選高雄市立委以後 開始就交往了 對他們開始交往 那交往之後你可以看到說 事實上他還參加 這個趙天頂還參加過 2018年的這個高雄市長的這個初選 另外一個這個女生呢 他在2018年來到台灣 那因為他當時有進行一個所謂 醫美來台灣旅遊這個狀況 就2019年的時候 這個趙天頂就加入了國防外交委員會 掌握了我們最高的機密 甚至未來他還有可能會挑戰 就陳其邁任完之後他可能要挑戰高雄市市長 那所以你知道這個時候來說 丟出這些照片來說 當然是意圖要影響明年的總統大選 而且我們剛剛講到的 當韓國瑜之前丟出了什麼 愛情摩天輪的時候 趙天頂是嘲笑他的 你至少給我一些像樣的東西吧 對 就沒有想到他真的實踐了愛情摩天輪 對 而且大家去查 你這個愛情摩天輪到底在哪裡 對 現在查出來了 是在日本的東京台場摩天輪 沒錯 這個高雄的愛情摩天輪沒有做完 但是沒想到 他們還真的登上了愛情摩天輪 只是這個摩天輪是在東京的台場 你看這張照片 就是你看 他們兩個熱情勇吻的這個照片 那後面當然有一些背景 背景資料來說 就是這一座台場的這個地方 所以意思就是 現在這一座摩天輪已經不復存在了 所以也就是說 這是之前摩天輪留下來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來說的話 也印證了他們兩個之間的這個關係 所以他們一起跑馬馬鬆 對 一起游泳 一起在旅館裡面 一起做摩天輪 對 好 那我們就講嘛 事實上這件事情來說的話 目前有越來越多資料 為什麼大家會顯得非常的神秘 第一個 目前為止來說 這一位所謂張星的女子 她到底是 這個趙天輪怎麼跟她認識的 再來就是說 她在張星女子周邊有非常多的 神秘的這個事件 第一個為什麼 因為她這十年裡面來說 顯然就是 趙天輪可能有空的時間 就請你來台灣 或是請你來 這個不論是去東京 我們去哪裡 我們就約會 那為期十年的這個時間點裡面來說話 當然你看 為什麼 怎麼有女人這麼甘願 因為這一次還丟出了一張照片 一張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是什麼呢 這一張資料是 2018年6月13號的時候 這位女子 就這位整個張星的女子 她跟她的友人 然後她們要準備來台灣 那來台灣要做一個所謂的健檢 然後做個醫美這樣的狀況 就當時是由 當時的這個 趙天輪他們的聯絡人 叫陳建宏 一個台商 他們幫她做保之後 然後來到這個地方 說來台灣還要做保 對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 因為我們知道 通常這種所謂醫美 他們都是可能去醫院 報到一下之後 就開始遊山玩水 然後在遊山玩水的過程裡面 趙天輪還全程幾乎是陪同 你看她留下去九份的這個照片 然後還有這個機場等候的照片 等等一大堆 那證明什麼 我們剛剛就講 她2018年的時候來到台灣之後 2019年趙天輪 就加入了國防外交委員會 那你看 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 丟出這張照理說 這個你幾年前的預約單來說 我早就已經丟掉了 對啊 那為什麼還會留到這個時候 讓它變成證據出來 你知道嗎 你是預約確認單 如果說我今天是因為我到裡面 我有一個診斷書 這個診斷書我留下來還有道理 誰會去留這個見檢預約確認單 更可怕的是 為什麼要留這個預約確認單 因為來的時間 去的時間 誰做保證人 上面一清二楚 對好那這樣 因為為什麼 因為在一起十年的這個時間點裡面 當然了我們也不排除 他們真的是真愛 但是但是你看 留那麼多的這個 你也可以說 他們是留下什麼愛的印記 但是 但是我們必須說 因為為什麼 因為趙天輪委員 包姐你是立法委員 你是中華民國一個堂堂的一個重要的政治人物 的時候 你怎麼連這種sense都沒有 沒sense 當然沒有sense 第一個 他是中國籍的時候 包姐你第一個我想到說 是不是有心人是要來滲透我 真的假的 他是間諜 有可能是這樣 你要留意這一點 再來就說什麼 你怎麼會留下那麼多的這個證據呢 對不對 你看包括這樣 拍這個情侶照的這個照片 然後還有喝焦杯酒的這個照片 然後還有包括說你看穿著眼妝的照片 然後有這個女子的捧臉的這個照片 然後還有兩個一起可能坐飛機 還有坐車子的這個照片 甚至還有這一張這個馬拉松的這個照片 包姐如果你仔細來看 我們如果假設 這位西姓女子來說的話 他是意圖不軌的話 你看這些照片的時候 包姐第一個時間點會聯想到什麼 是不是有點類似是什麼 情報人員的這個所謂這個證據 就是說你看我已經滲透完成 我跟這個委員來說非常的親密 全部都有拍照 我們去了什麼地方 而且如果盡量是有時間點 因為這件衣服被他認證是2011年 他去跑馬拉松的時候的這個衣服 所以事實上很多照片 你可以證明到說如果真的是 為什麼人家就說趙天玲委員實在是太不小心 第一個除了他是中國籍的人員之外 你當時你是在婚姻狀態之中 婚姻狀態之中 你還留了那麼多的照片 你顯然是不但是 你現在就有人說你實在是 不但沒有警覺性 而且又很蠢 然後又不知道怎麼去做 那些相關的事情 所以我們看到 今天很多綠營的這個所謂的 不管什麼 他們的這個所謂的KOL 比如說他們的意見領袖 是 覺得完全不可思議 我們現在不知道 看風寶台嗎 我們現在不知道對中國提高警覺嗎 你現在不是講 搞了一個黑熊學院嗎 是 你怎麼會這麼大意咧 對好 那今天照片天玲委員 當然還有兩分鐘的出來的 快閃的這個記者會 但是無論如何 現在為止來說 因為他自己營造了這個愛妻的形象 還有艾佳欣已經崩塌 那不只這樣子 現在立委你看 現在周遇寇馬上就要求他 立刻退出立委的這個選舉 現在連寇寇姐都出手了 好 那除了這個出來 陳其邁也說 新衛很不應該 趙天玲應該親自的這個檢討 立委不舉票 審慎評估 所以他以下之意來說的話 可能也是要求他 這個退選的這個狀況 那當然賴清德顯得 這特別的尷尬 為什麼特別尷尬 因為好不容易抓到馬文君了 那抓到馬文君事件之後 他們最近造勢大打特打這個馬文君 整個牌嘛 不是 現在那個賴清德 不是下了一個軍令你知道嗎 是 全力攻擊馬文君 對 但是問題是 你現在因為趙天玲這個事件之後 你完全好像一個棉花糖 打到人家手裡 為什麼 你看 他在10月15號的時候 這是在高雄的這個聚會裡面來說 你看 他就說 介紹趙天玲委員 虎國立委 對 虎國立委 然後他就說 這個 賴清德就說 面對台灣威脅 這個他們的軍機啊 他們的這個戰艦 不斷的來台灣啊 那這個時候呢 國防外交委員很重要 因為什麼 因為我們未來的潛艦很多 都跟這個有關嘛 那這時候 他的召集委員 顯得更加重要 那是誰呢 那就是 這個趙天玲委員啊 就不要趙天玲委員 你現在被人家爆出來說 你跟中國籍的女子這麼多年 寶姐為什麼我們說 這個實在不應該 第一個 中國籍你掌握那麼多重要的資訊 就算是你洩漏了一句話 或是什麼來說的話 寶姐這都是非常非常珍貴 你難保你不會講出什麼話 你這蛛絲馬跡 這都是非常珍貴 結果沒想到 一個民進黨 他舉著抗中保台的這個政黨的時候 結果沒想到 你的立委 而且也是 你是國防外交委員會三連霸 未來準備要當高雄市 這個可能會競選高雄市市長的 而且可能勝選的趙天玲 你居然搞這種飛機 當然所有綠營的民眾 是沒辦法接受的 等一下 我就看到這個星我都昏倒了 剛剛講說 居然憑空而降 我覺得太厲害了 十年的時間 居然媒體都不知道 十年的時間你跟他交往 而且這十年的時間 你上山下海去游泳 等於說去摩天輪 你什麼地方都去了 結果這件事也可以瞞得住 瞞得住 剛剛講你看 從趙天玲身上都可以看到 那個歲月的痕跡 經過這麼多年 然後其實都沒有報 今天突然的爆開來了 這個女的太神秘了 她到底是誰 她到底從哪來的 她怎麼認識趙天玲的 然後在中間有怎麼樣的交往 竟然全部都是謎 不是 現在剛剛今天 我們同選區 競爭立委的這個台獨大佬 郭貝宏今天講了 郭貝宏 說趙天玲搞這完了之後 沒多久就進入國防外交委員會 郭貝宏說的 他就直接講趙天玲 就是等於趙天玲 本身旁邊就是匪諜嘛 這就是共諜清 共諜滲透嘛 2018年這個女生 在她的助理保證之下 來到台灣進行醫美 跟所謂的健檢 第二年 趙天玲就加入國防委員會了 這個是郭貝宏先生的講法嘛 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很簡單 他多次進入台灣 這近十年當中 然後有很多次聽說 都是在有特權跟壓力的情況之下 才能夠得到 才能通關嘛 普通話根本不能來 怎麼可能有那麼密集的方式 能夠來 所以趙天玲用了他的立委的特權 讓這位小姐能夠順利抵達台灣 跟他優惠嘛 對 那第三個事情 搞了那麼多年 怎麼沒人知道 這次才被人知道啊 對 對不對 他們是公開的 半公開拍照啊 對 那這到底怎麼回事呢 所以這個東西 不是 而且你剛剛講說 趙天玲怎麼會願意讓他拍照 趙天玲可能樂意跟他拍照 他樂意 而且我不排除趙天玲為了這個 長久 長達十年的愛情 的地下愛情 他把這些照片 把珍惜的放在電腦裡面嘛 這一定是 這個怎麼可能是從 突然間飛來一張照片 對 所以這些珍惜的 這些戀愛照 戀情的照片的紀錄 就要被人家 不知道被誰丟出來 你說趙天玲 你不在拍照 你還自己保存起來 我不認為趙天玲在過程中 有任何的顧慮 你看他有顧慮嗎 沒有 他很大方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大方 到底能夠維持十年實在不簡單 你知道嗎 可是就這個大方 讓所有民進黨支持者 覺得不可思議啊 所以這個東西 而且是趙天玲 趙天玲是一個有前途的明日之星 他明年有機會 高雄市長 對 高雄市長的Candidate 所以我剛剛講 也不排除是民進黨那人搞他 對不對 然後你看到陳其邁今天馬上講話了 陳其邁說要怎麼樣 布局也要審慎評估啊 什麼意思啊 退選 就要退選嘛 這陳其邁第一個出手要退選了 那為什麼陳其邁要退選呢 我就看 我也不太懂 因為陳其邁是個溫和派人物啊 陳其邁突然間要砍他 對 所以我覺得這裡面的痕跡也 然後這個賴清德還講得比較客氣啊 賴清德意思就是說 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去擔嘛 對 而我今天也特別問了一位民調專家 為了我們戴力量 我說這個對於賴清德的選情意象怎麼樣 他認為選情影響不大 因為這是個人行為嘛 對不對 所以而且這個東西 所以我剛剛講的 這也不排除 有民進黨黨類的鬥爭在裡面 你知道嗎 當然更重要的是賴清這個 主要是我認為趙天霖本身 非常享受這個整個的過程 你看情況之下 他沒有避諱嘛 對 所以這個裡面 或許真的是我們在 剛剛在錄影 在開播前 我們的這個在討論到 真的是一段非常令人珍惜的 true love 也不一定啊 允賢你長期觀察這個趙天霖 他真的這幾年來 他對中國的態度耐人尋味嗎 是保雷哥其實趙天霖 我要幫他澄清一下 他向來都是所謂的親中派 他是親中派 至少是和中派 我舉例給各位聽嘛 過去趙天霖在2015年的時候 曾經在海積會期間 那個時候他擔任董事 跑去哪裡 跑去河南 跑去陝西參訪 而且還說 這個兩岸之間多多交流是好事啊 各位你這樣聽 覺得乍聽之下沒什麼 但你仔細想想想 民進黨 作為一個高雄的政政務 膽敢講出來 這樣子的話 代表他是有他的底氣 而且他對於中國 是有一定的善意的 所以他2015年 擔任民進黨 中國事務部主任的時候 就以海積會董事 隨團訪問中國鄭州洛陽 而且去看過富士高 對沒有錯 而且還跟誰 還跟海協會的陳德明對談 所以他是以海積海協會 代表的是什麼 雙邊善意的交流 但關鍵是落在2018年 2018年為什麼關鍵 因為第一個 是這個女子來台被遭到揭露 這個時間嘛 漸漸的時間 那個時候蔡政府有一個政策 這個政策叫做說 我們嚴格限制 來自大陸的自由客來到台灣 那時候要進行一個叫做 人生審查 這個審查非常嚴格 甚至堪稱比說 連陸客來說 我們來台灣搞得好像我們在查戶口名不一樣 這麼嚴格 為什麼我要講這件事情 因為各位 你不覺得怎麼想怎麼奇怪嗎 為什麼一個來自大陸的女子 來自中國的女子 竟然到台灣做醫美 要保證人 這個就是當中的因素 所以趙天靈當時被誰卡 就是被蔡英文的政策給卡到了嘛 所以後來 他甚至還上節目的過程當中 講說什麼 我非常歡迎陸客來到台灣 那個時候民進黨敢講這句話的 每幾個 趙天靈其實就是其中是一個 而且第二件事情 他還主辦說 我那時候要競選高雄市長對不對 那時候經濟蕭條 陸客沒辦法來 遊覽車夜間蕭條 所以我主張高雄跟深圳要舉辦雙城論壇 他還說我要比照柯文哲 舉辦雙城論壇 現在回過頭來看 哇現在民進黨把雙城論壇 罵翻了他想搞雙城論壇 對沒有錯嘛 你現在時過的今天對比賽 完全沒有辦法想像 當年度他這樣講 但我講 這只是其次 趙天靈忽略一個自己最重要的點 他今年出來道歉 是以什麼身分 是以一個人父的身分 是一個家庭的身分 錯 你真正犯的最大的問題是 國安問題 為什麼 因為趙天靈從第二屆 也就是2016年那屆開始 陸陸續續都擔任 國防外交委員會的委員 甚至到了2020年 持續擔任 但這段期間 你跟誰接觸 如果你連自己的私密照片 都可以這麼信任他 大家會擔心 對齁 你所涉及到機密呢 今天你質疑說 馬文君都在錄音檔什麼 跟韓國駐台辦事處賣台 那你趙天靈跟他來往了 長達十年之久 而且其中有過半的時間 是擔任什麼 國防外交委員 你連這一照片都信任他 難保這段期間 會不會有一些機密的資料 談著談著 一不小心就外流出去了 這兩天另外一個非常大的欣賞 當然是 中國出手 去對付郭台銘 去對付富士康 而且今天 那個壓力還沒有減緩喔 因為我們特別知不知道 他今天想說 現在郭台銘是幹嘛 或是是幹嘛 你是給我吃飯炸鍋 他不能講說 你是吃飯炸鍋 他也講什麼 你的什麼 你說你是給大陸賞飯 這個郭台銘你手腳不老實 對沒錯 我們就講嘛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中國對於這個郭台銘的追殺 或是對富士康的追殺 我跟他講 只是剛開始而已 剛開始 為什麼他要給他極限施壓 他要什麼 目的就要達成 我要你郭台銘做了事情 你要給我做到 好那到底要他做了什麼事情 你只要看中國的時候 秋龍你就知道 八月四方他宣布參選的時候 你看原本 中國是先派國台辦出來 你看八月三十號的時候 夏立元去中國的時候 國台辦不是安排了一個 去三溪的觀工廟讀這個誓詞嗎 對 那三溪當然大家都知道 這個郭台銘他就是三溪的 他最姓誰 最愛辦觀工 你看他講一個 被義忘恩天人共物 已經給你暗示了 這是警告 當然警告你啊 警告你知道 而且緊接下來不是只有警告 中國還有一些文章出來 就說什麼 郭台銘參選 然後說保送賴清等 當時還有這些文宣出來 結果你還是去參選 還去硬幹 參選的時候 結果你看10月18號 你還完成了這個連署啊 完成了這個賴佩奇 還完成了這個美國籍的 放棄的連續啊 就好緊接下來 10月20號就出手了 而且你之前講到 當宋濤用被義忘恩天人共露 這麼強烈的字眼 對 當時其實就已經暗示說 你的背後不是單依你喔 你為什麼叫被義忘恩 一定是跟什麼勢力勾結 這個勢力勾結 當時中國就已經暗示 你跟美國勢力勾結 現在賴佩侠35天就放棄了美國國籍 根本就坐實了中國這樣的一個想法 如果我跟你定調 你是跟美國勾結 你跟美國勾結 你是美國受益之下來參選 那你就完全符合被義忘恩天人共露 如果符合被義忘恩天人共露 我對你用的所有手段都正當了 對沒錯 因為他這一次是連同所謂的稅務單位 還有連同他們的國 這個國務院下面的這個 自然保護單位一起出手 那這個出手來說的話 現在媒體的報導是 中國是用所謂的他們的國 這個國安系統出門出手 這由他們政法委叫陳文青 那陳文青來說的話 他等於是說是習近平的親信 也就是說在這樣的出手之後 他才可以動用這麼大的力量 那現在不是只有說他們出手之後 你可以注意到 現在中國的媒體上面來說 丟出了非常多 在批評這個所謂郭台銘的文章 你看這個文章 郭台銘這種吃著飯炸鍋的 絕對要警惕 你看這是這個 郭台銘是吃飯炸鍋 對好那另外一個 還有什麼 這裡有一個人就說 因為中國要國產光科技 那郭台銘就說我們要力挺華為 芯片我全包了 結果你知道他們說什麼 這個郭台銘力挺華為 這個誰芯片找誰都可以做 但是就不能夠漢奸 華為誰都可以合作 就是不能夠背叛 他講的就是不能跟郭台銘 所以他現在等於把郭台銘 弄成是一個漢奸的地方 背叛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 他還說什麼 他說你看 你是過去說什麼 給大陸賞飯吃 原來你是手腳不老實 現在就把他很多文章都完全丟出來 他就說你看 你當初能夠來到我們中國 就是靠我們中國的這個 所謂我們的便宜的勞工 你就利用我們 那你翅膀硬了之後 你就開始覺得你自己很了不起 那我們都是給你什麼免費的土地 然後給你最大的優惠 對啊對不對 然後你都是看這個賺錢啊 所以你始終你說 這些字眼 對 是暗藏殺雞 原來中共中央跟這個地方 他是完全不一定統調的 現在很多地方 我因為要吸引福斯康 我為了要吸引郭台銘 我今天給你很多稅務的優惠 甚至我給你很多土地的優惠 這些中央是可以隨時查回去的 而且不太可以隨時查回去 他剛剛講到 我現在可以要求你郭台銘這十年來 欠繳的稅一次可以補足 沒錯 我可以要求你郭台銘現在佔的地 要你吐出來 對 沒錯 因為中國的法令的確是可以這樣要求 地方上的這個政策中央是可以完全否定掉 所以你看 他還說什麼 當初富士康靠著中國的優惠政策賺錢 吃金的紅利 如今優惠期一滿 轉頭就拆掉生產線 然後朝著印度 然後越南狂奔 配合美國搞脫鉤斷念那一套 這不是典型的吃飯雜鍋 不然是什麼 所以他等於是 你看他把它定掉是這個樣子 吃飯雜鍋 對 那另外還有郭台銘本人的手腳也不老實啦 除了對中國大陸的態度激進傲慢之外 因為你講的太多 中國人沒辦法接受 我跟你講 當時他們中國 就是有點類似我們剛才講到西女一樣 他不斷的給你收集證據 但是我沒有要對付你 但是整個我要對付你的時候 就全部丟出來給你 然後你看看政治立場也沒有那麼乾淨 那此前郭台銘決定競選倒阻 那把在野黨搞了四分五裂 讓民進黨作收益用之力 有拿大陸賺來的錢 然後支持台獨的嫌疑 所以等於是他就用這樣的方式 所以我才講嘛 如果你仔細看了這個西女的秋樓 跟目前中國對付郭台銘的秋樓 都是一樣的 過去大家恩愛如喜的時候 照片子要讓你拍都沒有關係 讓你這個嘴巴占武便宜都沒有關係 但是等到翻臉 我要對付你的時候 我就那些過去的甜言蜜語 都是變成是毒化 變成是毒箭 一件一件的攝像泥 那現在的郭台銘呢 我覺得他現在就處在一個 中國大陸絕對不是要鴻海的答案 你鴻海跟我講的再多 那都不是中國大陸要聽的 中國大陸要聽的絕對是你 郭台銘你的答案是什麼 好 所以董事長 所以剛剛講的沒有想到說 現在你最近就判斷 這個絕對不是剛剛講 他現在是什麼 現在是江蘇 河南 包括的湖北 包括廣東 四個省事全部查 而且四個省事查裡面 有的是從稅務來查 有的是說四萬資源 也就是我查你的土地 而且昨天我們也提到說 原來你的地方是可以給你免稅 我是可以在土地招標上給你優惠 可是如果中央不覺得不可可 我可以否決 不但可以否決 我還可以倒查 那不就要了富士康的命嗎 首先第一點 目前的媒體的報導 是環球時報 環球時報昨天有句關鍵話 他說依法 然後這幾個是省在查 那環球時報的依法 當然不是地方的法嘛 因為中央無法嘛 就是非常簡單的一個邏輯 然後第二個 這個事情一定是 中央對台工作小組拍板定案嘛 那因為所有跟台灣人 或是台商有關的東西 不管是誰主辦 一定要有台辦的參加 對 那最高單位就是中央對台工作小組 小組長是誰 誰 是習近平嘛 所以這個非常簡單一個道理 中央對台小組的小組長是習近平 對 副組長就是王滬林嘛 所以你就知道他的權力架構 那這個事情 當然就是對台小組拍板定案 才有可能做到所謂的跨省市的處理 對 因為跨省市處理就是中央處理嘛 好不好 我們就這個背景講完了 據說是哪個部哪個部 不是很重要 一定是國務院處理 我們要理解這個事情的程度 好 那第二個來講的話 還有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你有沒有發現 在這個整個的目前這一波選舉 2024選舉當中 郭台銘對兩岸部分的論述 跟投入最深 甚至於講到金門協議 要和平協議啦 對 他的那種親中的那種概念 那種概念或是情懷 是所有四個人裡面最重最深的 最對中國最友好的 對不對 所以怎麼看 我們都認為說應該 第二個他是大老闆 他是在中國的排 這個外銷的業績裡面 是前三名的大老闆 對 所有的他都是外銷第一名嘛 好 剛才講到中國2020年外貿出口 Top 100 比如說100個 剛才講到 包括洪富錦啦 這些東西 包括洪富錦 只要有洪字頭的 都是他 對 所以應該來講的話 他是最親中 對不對 對中國影響力最大 所以他跟 應該跟中國大陸的關係 特別良好 對 對不對 怎麼會外界第一個 就是搞他呢 這個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表示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什麼事 表示他的選舉過程當中 沒有溝通嘛 對不對 你老郭在過程當中沒有跟中 沒有跟習近平本人或是習近平 因為他的層級一定很高 剛剛講到 我就被譽忘恩天人共樂的字眼都出來了 我跟你講講坦白一點 郭台銘在大陸要交往的話 一定是高於宋濤啦 部長還不在郭台銘的 看不在郭台銘眼裡面 對 郭台銘交往一定是高於部長 他已經高於副國級以上的 他是交往上流的嘛 因為他在每一個地方 都是省委書記親自接待對不對 那他怎麼會走到這一步呢 那這個省委書記 是不是都已經到了中央去了嘛 所以他一定是在中央很高層的交往 所以我們就很驚訝 我昨天看到這個我也嚇一跳 怎麼會有 現在是中國大陸跟他唱反調呢 還跟他警告啊 不是唱反調 是嚇殺手 目前是警告 目前到警告的階段 還沒有殺嘛 你看到罰單就知道殺了嘛 所以這警告就是表示 第一個你中間溝通不良嘛 你那麼多親中的作為出來之後 包括金門協 金門的會談等等 他真的好像幾千萬美金 要在金門成立一個基金會嘛 都是要推動兩岸交流 怎麼搞得這個郎友琴這個媚無意 突然間回他一個這種話 回馬槍打他一起呢 這個是非常納悶的一件事情 那這個事情現在我會知道 What's next 再來怎麼辦 你以為只有罰款嗎 不能抓人嗎 他不能把紅海兩個高幹 在大陸高幹抓人 齊美就抓人了 你要用你這個環保犯罪 把你抓起來怎麼辦 齊美就這麼抓人了 所以他不會跟你客氣嘛 在齊美那就是明顯在台灣支持台獨的 那郭台銘是親中嘛 親中親到最後到這樣這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他會有一些積極的動作會 因為他也很懂 他也很兩岸也是專家 他也有管道 我相信最後會把它解決掉 那解決掉的過程就是你講的 能不能夠讓中央的領導有面子下台階 這個是他現在最關心的事情 而不是台灣的選舉 現在中國出走 出走了以後去對付郭台銘 你說這也牽到台灣這個選舉 而且牽動到了藍白配 對 你沒有看到今天的何友宜 出外間他的底氣比較強 出手啊 他也講說沒有出手 他是說我可以當富的嘛 大家來比嘛 對不對 所以他要把主導權抓回去的 藍白核的主導權回到國民黨手上嘛 所以他現時明天答覆 那明天答覆 今天柯文哲已經答覆了 等於破了嘛 破了之後呢 明天就結束了 所以就變成政黨協商嘛 政黨協商什麼意思 那就沒得談了 不是 就是你去談政黨合作 去談立法委員 這邊就暫停 總統沒得談了 總統部分 總統部分他 侯友宜候選人呢 他告訴昭告天下 這個是我來決定的嘛 不是朱立倫決定嘛 所以今天侯友宜出來的立場是 總統局要嘛就照我的規定 否則沒得談 對 否則的話 可以繼續談方法嘛 對不對 我今天丟一個方法給你 結果今天柯文哲搞不清楚狀況 對 他不知道情況已經變了嘛 變了 最大的變化是郭台銘的動態嘛 柯文哲本來要去打郭台銘牌 去恐嚇這個侯友宜對不對 結果看這個樣子 這個郭台銘不能打啦 而且你要不要忘記啊 郭台銘沒牌了 柯文哲講過一句話你忘記了嗎 他說這所有台灣總統候選人裡面 他是對兩岸交涉能力最強的一個人 對 那今天郭台銘被習近平打了 他還敢跟郭台銘混嗎 不敢了吧 嚇都嚇死了 跑掉了嘛 他都多現實的人啊 不要讓槓 不要讓槓 丟包 馬上把老郭丟包嘛 不能老柯幹是不是 對 所以他沒有搞清楚狀況的 那這個丟包 所以我本來想說 郭台銘如果要參選到底 我現在柯跟郭 勾勾搭搭搭 勾勾搭搭了以後 我就形成一個輿論 世界輿論以後 我就來壓迫國民黨 現在沒得完了 不是 他 他 我問你嘛 他願不願意去得罪習近平嘛 他不敢嗎 郭文哲當然不敢啦 這個是叫做對現實的傢伙 郭文哲不是什麼都敢的嗎 他什麼 他嘴巴敢 其他行為沒有一件敢的 真的假的 他吹牛大王 為什麼 他天不怕天不怕 就吵架第一名嘛 你看今天又是吵架 你看到沒有 他又在那邊自吹自擂 你知道 侯友疑是釋出善意說 我可以當副的 他的解釋成 因為我一定會贏 因為你怕我 這什麼玩意兒 就是欺負別人對他的善意 然後一開始講說 這個可以討論合作 那你的方法不公平 都是用這種扣帽子 用講話侮辱人的方式 來回應國民黨 國民黨很簡單 不跟你玩之後 國民黨不玩了 到明天不玩了 傻眼了嘛 所以那請問你 他就我估計 就回到他的基本面 就是12%嘛 12%請問你 他有幾席立法委員 就很簡單嘛 又回到五席了嘛 就是總統保證落選 對不對 一個人搞到底 一定要落選 立法委員減半 不分區減半 就這個結果 他要選擇這個結果 還是要跟侯友疑玩 玩的話可以耍五萬人 十萬人的大廠 可以耍國民黨的資源 被他耍 耍得變成好像 他是他的家當 他擱別人的擱別人 擱別人 他要玩國民黨的家當 當國民黨的家當 他一定會跟侯友合作嘛 然後那時候 他就認清現狀 他就是一個小黨 因為回到基本面 他是另外一個 時代力量而已嘛 是嗎 本質上就是個小黨嘛 我是柯文哲耶 對柯文哲 我會贏 只有我會贏耶 碰風水街 沒有肉台嘛 所以人家都出招 然後明天最後一天 侯友瑜哪來的底氣敢跟你這樣玩 憑什麼敢有把握跟你講 現實答覆 對 哪邊比較強勢 你罵人沒用 我給你定期限 遊戲規則是侯友瑜在定 看到沒有 所以誰在主導 不是柯文哲是想像的 真的嗎 耍 講話用罵人 占點小便宜 那個叫做小奸小壞 我跟你說 明天開始賣魚了 所有人老大 侯友瑜在這一局裡面是老大 可是他不是講嗎 你現在跟我用下最後通牒 一天回覆 那是大黨小隊 你在逼婚我 我被 那就是你在承認 你被人家逼嘛 對不對 那誰逼婚你啊 你說在陣上沒有什麼逼的 沒有什麼 人家告訴你明天最後一天 不跟你玩 你逼你什麼東西 現在誰想玩嘛 是誰想要玩 因為郭台銘如果進到 侯友瑜這邊的話 民調起跳幾% 25%起跳嘛 對 郭台銘會不會回來嘛 郭台銘不回來嗎 他不會回來嗎 我看他不回來 他就 不回來就另外一個郭台銘會出現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郭台銘一定會回到 國民黨 郭台銘回到國民黨的情況之下 最好的情況 我告訴你 我是郭台銘幕僚建議他一件事情 他聽到一定氣死 但是只有這條路可以走 唯一的解決方案 就是接受國民黨的徵召不分區第一名 浮選立法委員 單獨讓國民黨立法委員過半 只有郭台銘做得到 那這個情況出來的話 你柯文哲在哪裡 都沒有啊 沒有啊 沒有嘛 他12%嘛 最少我贏一個國民黨做半 所以說欸 搞禮拜天這個什麼 他真的有準決賽跟決賽 準決賽是 先把柯文哲逼到邊緣 不是柯文哲自討沒趣 一天到晚挑釁欺負人罵人 因為侯友宜是一個公務員嘛 不耍口才不好 柯文哲牙尖嘴利 每天欺負人 變成今天變成被人家 限期答覆明天無效 好 雨萱 可是大家現在不是覺得 朱立倫跟侯友宜兩個各懷鬼他媽 不是等於說朱立倫私心自用 想用某一個渠 然後這個渠才會去跟這個柯文哲 兩個人可以說暗通款渠 暗通款渠的這個結果 對侯就很不利啊 因為柯文哲今天犯一個最大的錯誤 他原本跟朱立倫什麼叫做 他們的戰略價值是一致 本來的目標應該是什麼 本來的目標是柯侯配 這是朱立倫跟柯文哲 都能獲取最大利的值 但柯文哲犯一個錯誤 他跑去跟柯郭配 他製造出這樣一個想像 但這個想像對朱立倫有沒有利 完全沒有啊 因為你今天侯柯配 柯侯配 朱立倫算不算贏 他可以說我算贏啊 他有沒有行政院長當 可以啊 他綠百分期次有沒有辦法過半 有嘛 而且對他一個最好的好處是什麼 我行政院長當著當著 未來搞不好還有機會輪到我再來選 這是朱立倫的核心利益嘛 但今天柯文哲為什麼砸鍋了 因為他把柯郭配拋在檯面上了 你在談判的時候一定要搞清楚 你的核心利益跟我的核心利益 對沒有錯 而且最大犯的致命點是什麼 因為今天郭沒底氣了 郭沒底氣的時候侯友宜就做了一件事情 叫做趁你病要你命嘛 我問 柯文哲對國民黨最威脅性的一種選擇是什麼 柯郭配 國民黨就怕你柯郭配跟我火車對撞 兩個人都裝霜倒地 東西 對那你柯文哲這個民眾黨 這個立委衝高 反正你拍拍屁股裝作沒事情 郭台銘回去過他的退休生活 只有國民黨最倒霉 但現在為什麼國民黨有底氣 趁你病要你命 因為郭台銘之餘柯文哲他不只是副手喔 他也代表一個關鍵意義 錢 柯文哲有沒有錢選權台灣的總統 他有沒有辦法自己去選 民眾黨沒有那個動能 而且你還有其他的立委 對嘛 而且郭台銘已經白眼先生的 展現他的肌肉給你看啊 連署戰可不可以轉化成未來柯文哲的各個總部 可不可以成為他的金權 他的動員 對齁 這是他的實力嘛 但現在沒了啊 連署戰變總部 連署戰變柯文哲總部啊 現在為什麼 富士康開始查啦 郭台銘說了嘛 你在習近平面前 你就霸氣不起來 霸道不起來了嘛 所以侯友宜跟朱立倫 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 會趁勝追擊 因為理由很簡單 第一個 你沒有底氣 再第二個朱立倫發現 欸我跟你玩下去 我會被你玩掛 你到時候跑去跟郭台銘合 我變小丑 不行 當然這個時間點 趕快聚焦起來 逼著柯文哲 那你說柯文哲為什麼沒有退路 第一個 他今天講方法我們可以談 對不對 柯文哲唯一能變得說 我不要你初選 那我問 如果國民黨講 好啊我們來全民調 柯文哲有沒有退路 沒退路啊 他今天講說 國民黨下最後通帝很過分 不好意思 結果也被打臉 為什麼 因為侯伴姐講了 10月30號那時候講 這是daylight 否則我叫他獨立選到底 這是誰講的 柯文哲講的 通帝也是你自己下的 daylight也是你自己下的 D-day也是你自己下的 而且你說對不對 你要當大人 鬼弄力控欸 對嘛 你說國民黨不願意讓你當政的 口友也講 我可以當富的啊 沒問題啊 大家會輸贏啊 所以柯文哲現在變成什麼 完全沒有退路 因為他沒有再有一個正當性的理由 可以把責任跟壓力鍋 甩到國民黨身上 他原本的盤算是 我跟國民黨拖著拖著說 你看是你國民黨沒誠意 是你不願意 所以我只好放棄你去跟郭台銘談 但現在還有沒有這個選項 顯然已經沒有啦 所以國民黨當然趁這個機會逼著你 就二選一 柯郭還是 侯柯還是柯侯 兩個選一個 否則你都不選 你就無路可走了嘛 可是現在有一個緊張的說法 是說你如果不藍白和 贏不了大選 贏不了大選 你就等於說深藍的人會非常的反彈 這就是給國民黨壓力啊 我先問一件事情 現在柯文哲的底牌叫做郭台銘 對不對 撇除掉我們兩個在談婚論嫁的時候 我還有另外一個選項嘛 所以是不是有底氣 國民黨沒有自己的底牌嗎 國民黨你要質疑他講話的玄機 他說我先跟你談 但談不成我們在政黨協商 但是下一步有沒有 當然有備案 Plan B啊 Plan B是什麼 國民黨自己選到底啊 你說那哪有什麼好的副手人選 不就一個擺在眼前嗎 每一場造勢場都到嗎 這個人叫什麼 就叫韓國瑜啊 難道侯涵不能配嗎 侯涵配之間沒有底氣嗎 韓國瑜沒有辦法 韓國瑜可能 韓國瑜沒有辦法去吃掉你柯文哲的票嗎 我跟各位報告 這個絕對是有在討論範圍之內 真的假的 這是有在討論範圍之內 否則你把時空背景往前推 所以局一直在變 看看韓國瑜那時候 跟柯文哲談的時候 到底憑什麼是底氣 你說韓國瑜有高度啊 有人氣啊 有可能啊 韓國瑜要有底氣 才有辦法跟柯文哲談嘛 而這個底氣是什麼 請問柯文哲最怕的是什麼 如果國民黨最怕的是柯郭沛 柯文哲最怕的是什麼 侯涵配 侯涵配 好的 瑞德 你一開始就講 用親身的心理想說 不要相信柯文哲 他都不知道黑龍世道 這個黑龍啊 果然欸 現在玩到自己被夹殺了嗎 沒有錯 那麼事實上這一場啊 最不想要藍白河的人 就叫柯文哲 真的假的 因為他設了一個 等等等等 柯文哲一直在推動藍白河 你說最不想藍白河的是他 我想在座 沒有人比我更了解柯文哲 我是第一代柯粉欸 2013年我幫他輔選欸 你知道嗎 你是第一代柯粉 當然是第一代柯粉 不是姚維珍 柯文哲跟人家握手 是我家的 我兩代 所以呢 事實上呢 柯文哲是這一場藍白河裡面 根本最不想藍白河的人 但他為什麼在這個戰略學會裡面 提出說 放心啦 年底一定河 他一提出了以後 他的發言人陳志坦 立刻講用民調決定對不對 第三方公正民調 不要相信柯文哲 如果今天國民黨 他施定國民黨 侯友宜助力人 都不敢用五個民調決勝負 如果國民黨說 OK 柯文哲馬上撞回來 真的嗎 當然他撞回來 我不跟你騙 萬一成真怎麼辦 那麼事實上呢 柯文哲本來是陰謀 就變成今天被國民黨的陽謀給破了 他本來要耍國民黨 今天被國民黨給耍回去了 為什麼這樣講 我想坦白的嘛 今天國民黨你們會覺得 突然間侯友宜變得非常有底氣 非常的飆悍嗎 對 好像是當年那個跟陳進行打架的 那個陳進行這個 逮捕陳進行那個刑警嘛 之前侯友宜都變成 好像都被這個柯文哲他們耍著玩嘛 為什麼呢 柯文哲為什麼會提出來說要藍白河 他在蚕食侵吞國民黨的深藍的支持者 而且他要形塑自己這種悲劇英雄 是我要和你們不肯啊 我要做民調你們不肯 慢慢慢慢脫嘛 那為什麼現在國民黨底氣足了 我跟你說他辦了幾場 都來幾萬人耶 都來幾萬人陸軍耶 都來幾萬人陸軍耶 我想坦白的 動員能力就是柯文哲沒有 柯文哲高雄一場 要一千個人 還要三井四井 一大堆人弄不起來 沒有陸軍嘛 沒有陸軍嘛 你說一千對一萬 還有現在看到國台 現在看到中共出手對付富士康 對付富士康 就是對付郭台銘嘛 郭台銘如果有本事的話 昨天就不會突然間 沒有任何的行程啦 如果郭台銘底氣足的話 Yes do it 不建議 他昨天就照跑行程啦 我跟你講坦白的啦 那現在會怎麼樣呢 今天他 今天你們要發現 柯文哲出來下午兩點開記者 柯文哲今天是沒有行程的 他下午兩點出來開記者會的是 氣落猶失 你知道嗎 但是我告訴各位 根據我認識的柯文哲 明天就會惱羞成怒 我不該理了 明天就會惱羞成怒 明天就會惱羞成怒 明天就惱羞成怒 你這麼了解的啊 明天等著瞧 你放心 你會以為說柯文哲是不是會怕國民黨 不會的 柯文哲只要縮回來 他整個民眾黨跟支持者會崩盤 所以他不會縮回來 他明天一定要表態 為什麼 因為剛剛黃珊珊已經表態了 剛剛黃珊珊表態白的很明啊 我把民進黨這樣推弄下來以後 弄了一個跟民進黨一樣的東西 我怎麼可能接受嘛 我要的是巴拉巴拉的講一大堆 其實就是幫柯文哲講話嘛 就是要幫把國民黨這個打回去嘛 那今天幾個根本不可能接受 為什麼表面上看起來 侯友宜是已退嘛對不對 對 我願意當副手 表面上看起來 我們用這些遊戲規則 然後呢 我就當副手 如果我輸了我就當副手 你輸了你就當副手 我告訴你 表面上是這樣 但是對柯文哲來講 所有的東西都是刺刺刺 你根本都在刺我 柯文哲今天講的一個其實是對的 他說 侯友宜說一半民調 然後呢 一半民主初選 一半是民主初選投票 問題是我民調不可能 贏過後有約20%以上 但是我初選投票 絕對有可能輸給國民黨的動員 14加1的縣市首長 然後十幾個議長 然後380個議員 鄉鎮市長 鄉鎮市民代表 再加上派系整個里長動員 我輸他六成絕對有可能 那我問我輸的 我不用拔這張教育已經輸了 他講的沒有錯 他講的真的沒有錯 我想坦白講 你不就把你的弱點全部講出來了嗎 警戒要來他又講嘛 柯文哲就直接講了嘛 我們要來談 你在逼婚啊 他用逼婚來形容嘛 事實上這場局 是你先兵臨城下 先弄人家的嘛 現在國民黨只是以比之道 還事比身來弄你這樣而已嘛 今天朱立倫下午5點的時候 跟侯友宜是一起開會的喔 一起開會的時候 他們用婚姻來這個形容 你說逼婚嘛 他們用婚姻形容喔 朱立倫說 我們9月的時候 連立委都談好了 我的天啊 他自己第一次說 第一次承認 說連立委跟政策都談好了 那現在談什麼 現在只是婚姻 因為我們要結婚啊 我們要兩情相悅啊 然後呢 你不能 侯友宜就說 我天天在家裡等著你來 跟我結婚來娶我 你不能老是往國家串門子啊 國家串門子 你不能三心二意 還想去娶他啊 你知道嗎 我們要有誠意 主理人更講 我們什麼細節都談好 就等著迎娶就幹什麼 現在只是資為細節 是什麼 只是拼金還沒有講好 拼金就是指那個什麼 民調啦 什麼初選投票 拼金沒講好 對柯文哲來講 你錯了 柯文哲要跟你講的根本 不是總統大選 他是要從什麼 無謂無謂 立委選舉 那也是假的 聯合政府都是假的 他要利用這個機會 每拖一天 然後就從深藍這個地方 挖一些票出來 他塑造自己 是藍白河 要 是你國民黨不要 就沒想到 現在反過來 被侯友宜拿去 是我要藍白河 我連副手都願意 是你柯文哲不要 他被人家將軍了 是 今天又一個收下金箭了 三個收下金箭了 然後這個已經遍地開花了 那現在 郭德明要搞一個連署 不要搞到 有人做了 有人講說 黃世兄你要保重啊 黃世兄 土條兄你要保重 他8月31號說100萬起跳 他的連署的分數 然後呢接下來說呢 30萬一定達到50萬 衝衝看 就說應該是沒問題 但是呢檢調出手之後呢 10月16號在新竹 那時候記得 大家記得一個關鍵數字 400塊 然後呢 22號又收押了一個 24號這個更特別 這是民進黨的前 桃園市議員 郭立華的助理 郭立華的助理 收押了 民進黨前桃園市議員 很特別吧 都幫他連署 對在這裡呢 他的關鍵數字呢 是300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一個是300 一個是400 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超過500 但是都是一個數字 然後呢 這三個案子 都有一個人 被羈押境界 真的耶 都有一個人被羈押境界 現在等的是什麼 等的是這三個案子裡面 囚犯的一個選擇 這三個人 誰要先攪軟 只要你願意供出來 你這個收了錢 你不可能自己出300吧 你不可能自己出400吧 只要有人供出來說 這個錢 錢從哪來的 錢從哪來的 或者是我這些東西 要交到哪裡去的 那這三個被羈押境界的人 就有一個人可以先出來 先出來之後呢 案子就會收網了 收網之後呢 就要回頭去看 你這個錢交給誰 你這個錢哪邊來的 然後呢東西交給誰 檢察官就會去傳那個人 那這個案子呢 就會完整了 那這個東西傳出來的話 那到底會是誰 現在來講的話 兄弟 你要保重啊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我就錢交給他們啊 這是我的工作費啊 這是我的事務費啊 他們怎麼買 他怎麼弄我不知道啊 這個東西其實很多人 以為說連署 是比較前端的東西 但其實連署跟投票行為 都是在總統跟副總統的 選舉罷免法裡面 這個是一年以上到七年以下的 有期徒刑 不要忘了他還給病科罰金 病科罰金是多少錢 一百萬 一百萬到多少 到一千萬 所以呢 現在三個積壓的人 一定在裡面一直在想 我到底要不要承認 我到底要不要公出來 你除了 你有可能會進去官之外 一百萬起跳到一千萬 你是不是要把這個東西 講出來 如果講出來的話 檢察官一定會查他 找相關的人來 如果像保潔跟你說的 我今天就是弄連署站 我今天就是工作費 我不知道細節 NO 這個事情 你是不能夠交代的 為什麼 你是不能夠交代的 你不可以切割說 我東西給你 因為這個東西 你要拿得出帳來 你覺得這個人 你覺得這個人 他有辦法出具一個科目相符的帳 然後呢 來跟上面請款嗎 我不相信 他們這三個人 都有辦法來處理這個帳目 所以如果你交代不清楚 那你要有金流上面的話 那我就是勾機出來了 勾機出來了之後 你現在誰給他們錢 對 然後給這個錢的時候 知不知道你們怎麼做 然後這個錢 每一份 每個錢跟我每一個連署數之間的對價關係 對 如果有問題就掛了 對 為什麼每個案子裡面 大大小小 300塊也還好吧 400塊才幾份 才50份500份 還好吧 但是每個案子都有激壓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還沒有突破 所以呢現在這三個人 就是一個囚徒的困境 你在預測我的預測 誰先坦承 誰就有機會放出來 但放出來的時候 這個上限就完蛋了